14 种食物 改善胃食道逆流 发现自己有胃食道逆流 该吃什么才好 全球知名逆流权威医师杰米·考夫曼 在 跨科解密胃食道逆流修复全书 列出几种对逆流患者友善的食物 不只能够减缓逆流的伤害 更能保护肠胃 有效改善逆流体质 以下为缘书摘纹 给逆流患者的最佳食物 首先 也是最重要的 请参考开始逆流食疗 内所列入门逆流食疗的最佳食物 以下所强调的食物让餐点更多样化 并且特别有助于减少逆流 在你可以容忍的范围内 得与自己一个最好的机会 把身体转变成一个无逆流区域 1.燕麦片 燕麦片是最佳的早餐 而且任何时间都适合当做点心 它能带来饱足感 但是不会造成逆流 即使是带着葡萄干的集容燕麦片 也是合法的 因为燕麦片会吸收葡萄干的酸度 2.全麦面包 在整个文明社会中 以小麦 燕麦和大麦制成的面包 一直是人类应食的主食 在圣经中就有提到面包 但是烘焙则直到中世纪才流行起来 在那之前 面包更像是用谷物做成的西州 一般来说 黑面包指的是农民面包 白面包 从字面和意义上 则指更精致的面包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精致面粉真正兴起 全谷物不再受到人们的青睐 直到过去20年间 随着我们对于精致食品中 所流失的营养日益重视 全麦面包才卷土重来 逆流食疗普遍建议食用全麦面包 但是今日大多数的小麦 相较于我们祖父母那辈吃的 含有较高的升糖指数 糖类转换 因此 我们建议限制面包的摄取 特别是体重过重的逆流患者 因为小麦会转换成糖类 糖类再变成脂肪 尽管全麦面包很美味 又是良好的早餐选择 但是不宜每餐都吃面包 用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 如小扁豆 豆类 燕麦 藜麦和糙米来取代面包 我们现在知道小麦对于患有肤脂不耐 gluten sensitivity 乳迷蟹 Celiac disease 和肤脂造成的运动失调 gluten ataxia 本人会是问题 而对于这些患者 面包和其他含有小麦的食物 应该完全排除于硬食之外 我们也区变出肤脂不耐的逆流患者 其中一小群人的逆流 是由于食物含有肤脂而被诱发 我们从这群患者的自我报告中得知 无肤脂硬食是控制他们逆流的关键 因此我们会建议顽固性逆流 尽管以执行健康的逆流食疗和生活方式 却无法缓解逆流的患者们 进行三个月无肤脂的硬食试验 总之 一般来说面包对于逆流患者是友善的食物 但是并非全员适用 毕竟 逆流食疗不必是含有过量单一碳水化合物 和糖的高碳水化合物硬食 3. 姜 如果适量 姜对于逆流来说是最好的食物之一 纵使人们对于姜味的喜好趋于两极 但是它富含风味 它就是如此与众不同 姜在历史上一直被用做抗发炎药 而且是治疗胃肠疾病的处方 我们的患者虽然对于许多食物的褒贬不一 但是对于姜则一致赞誉有加 姜可以使用刨刀轻易的削皮 切片 切丁或刨丝 我们可以用姜来烹调和制作冰沙 4. 芦荟 芦荟是著名的天然愈合剂 它似乎也能治疗逆流 芦荟可以用盆栽种植 不过其叶片有时候会在杂货店和健康食品商店中单独贩售 也能见到液态状的商品 我们在食谱中会把芦荟当作增酬剂 以及用于凝结液体 5. 沙拉 每天吃沙拉是件好事 沙拉是逆流患者的基本餐点 只是应该避免番茄 洋葱 以及起司和高脂酱料 我们允许酱料带点酸或脂肪 但是只能允许一大匙 或更少 而且必须经过测量 不能目测 6. 香蕉 香蕉是很棒的典型 而且其pH只为5.6 对于逆流患者来说很好 然而 大约有1%的逆流患者发现他们的状况会因为吃了香蕉而恶化 由于比例很小 所以我们没有把香蕉列为特殊食物 但是你要记得 对于大多数人有效的东西 不一定对你有用 7. 甜瓜 甜瓜的pH只为6.1 很适合逆流患者使用 然而 如同香蕉一样 少部分的患者需要避免食用 由于比例很小 1至2% 所以我们没有把甜瓜列为特殊食物 有利于逆流的食物类别中包含了哈蜜瓜 香瓜和西瓜 8. 新鲜茴香 新鲜茴香的pH只为6.9 对于逆流患者来说是好食物 而且似乎可以增进胃部功能 这种脆脆的蔬菜味道独特 带有温和的甘草味 把白色球筋部分切成薄片 可以与芝麻叶和菠菜嫩叶拌成美味沙拉 它用于鸡肉料理也很适合 而且如果你喜爱回香的风味 也能可以拿来做成绝佳的点心 9. 鸡肉和火鸡 家禽肉是逆流食疗的主食 它可以被蒸煮 烘烤 炭烤或油煎 但是不要油炸 而且你必须撕掉高脂肪的鸡皮 10. 鱼类斜线海鲜 海鲜是逆流食疗的另一种主食 烹调时应该选择烘烤 炭烤或油煎 绝对不要油炸 虾子 龙虾和其他贝类也适合逆流患者 我们推荐野生的鱼 不要养殖鱼 11. 花椰菜 青花菜 芦笋 四季豆和其他绿叶蔬菜 这些蔬菜对逆流患者来说都是很棒的食物 几乎所有绿色蔬菜和根精类植物都很好 12. 芹菜 芹菜因为高含水量 所以几乎没有热量 它也是绝佳的粗纤维食物 并且有助于抑制食欲 13. 巴西里 几千年来 巴西里一直被当作草药 用于舒缓味不不适和帮助消化 平叶巴西里和昼叶巴西里可以在很多的方取得 它们是绝佳的调味与装饰食材 14. 库斯库斯和米饭 库斯库斯 粗粒小麦 不格麦和米饭 尤其是糙米 对于逆流患者来说都是绝佳食物 我们总是一再强调 复合式碳水化合物是一种良好的碳水化合物 健康生活编辑部